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舍五入就算是一百天了 按照咱们平常的说法也算是过百天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在之前的小盒子里了 我就把它放到大缸里了 为了方便拍摄还是今天把它放到小盒子里 先这么拍着 然后这一放在小盒子里大家能看出来 确实比之前长了一些 是吧 然后今天其实是喂过一次了 然后我这就简单的再稍微喂一粒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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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体型的增长以外 之前咱们也提到了 是它的一个体色的一个变化 体色和这个背甲颜色的一个变化 逐渐的在变浅 可能今天我这个光线问题 显得稍微有点黑我感觉拍的效果 其实从肉眼观察来看 它还是在逐渐的变浅 今天的阳光有点足 所以拍的感觉这个画面有点 显得有点暗的 有点背光好像 褪皮呢还是和以前一样 很明显 然后有的小伙伴问我 像褪皮这种情况 用不用特殊的处理一下 其实不用的 就是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正常的生长发育的过程 这种时候不用去过多的管它 正常的饲养就可以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要老去碰它 去观察它 给它造成一些这个本来 褪皮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你老去抓它 拿它观察它 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惊吓 就正常的这样 成长它一点的自己的皮就会掉 也不用说 非得用手啊 去帮它撕掉这一层皮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关于这个小桂苗的饲养呢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 天气逐渐的变冷了 早晚的温差的比较大 最近呢也有小伙伴问了我这些关于加温呢还是过冬的问题啊 一般来说小苗子来说呢 建议最好还是加温过冬 加温过冬 如果是想要冬眠的话 是一定有风险的 冬眠这个东西不管是大龟啊还是小龟 它都是有风险的 只是风险大小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等到我出冬眠视频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还有小伙伴问我呢 说龟频繁的张嘴这个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观察我这个小崖桥 现在它一直在张嘴一张一盒 大家看到了吗 但是它这个张嘴吧 它是在属于在呼吸 在吞气 在辅助它呼吸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那个嘴总是一张一盒的 这个不是问题啊 这个不是问题 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是有的时候呢 它的张嘴呢 也可能是由于得了生病了导致的啊 比如说常见的感冒啊肺炎啊 可能导致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张嘴呼吸 甚至还有呼吸的时候还有声音 对吧 这样的时候呢 就可能是由于疾病导致 那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张嘴它只是一个表现 对吧 你其他的通过这个 它的进食啊 以及它的平时的状态 你就可以可以判断出 它是不是一个生病的鬼 还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啊 如果是正常的表现 大家不用太过于这个单惊受怕啊 就是很正常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呢 内容就这么多啊 然后下一期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冬眠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的问题啊 好了 我是于斯基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关注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